东森美洲新闻 新闻广角进的单元 本周为您推出 李昌玉让证据会说话的系列上级 而主播徐俊相的法眼黑与白团队 前往康乃迪克州 独家贴身采访了李昌玉博士 他侦办超过6000件的重案 别人破不了的案 他要怎么样让证据说话呢 让冷暗复活起来 来看神探李昌玉 用一根鸡翅就能够侦破这场 炸鸡店的屠杀案 在距离台湾12600公里远的 康乃迪克New Haven校园 遇见李昌玉 人家形容破不了的案子 找他就对了 你看后面墙上 这一篇一篇一篇破案的报道 每一篇报道后面 都有一段故事 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发言团队贴身采访 但他的忙碌超乎想象 只能在快速移动的RV车上 听他维稳道来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芝加哥 芝加哥那里有个快餐店炸鸡店 叫做Bronze Chicken 家要站旁的这家炸鸡店 晚上九点准时打烊 但是那一天 快打烊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到了十点半 经理应该回家了 经理在家里 等了半天到没有回家 就打电话给警察局 会是店里今天特别忙 所以晚回家吗 怎么连通电话都不打 警察局就派了一个学露警员去看 他去看了 转了一圈说没事 灯已经熄了 门已经熟了 大概他们出去喝酒 就没有理会 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 七家人不打电话 向警察局问他们 家里的人没有回家了 这不对劲 七个人都没回家 但是炸鸡店明明已经关灯打烊了 警方决定再寻一遍 这次派了个刑警 两个刑警区的 发现灯是熄了 门通通关锁着了 只有一个门在后门是关着 没有锁 所以他们一进去找开关 给灯一开 我刚才看见满地都市雪范 厨房血迹斑斑 那七个炸鸡店的员工呢 沿着雪茄 在冰箱里面发现七个人 三个死在东面的冰箱 四个死在西面的 都是被乱枪打死 找到了 他们在这里 七个人居然全部丧命 他们都被塞进了炸鸡店的大冰箱 他们全被枪杀身亡 戴通至少开了二十枪 其中一个人甚至身中六枪 炸鸡店老板娘还被封喉 有好几位警察都被载窃过 这起大屠杀 七个家庭失去他们的罪爱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 开了他们的警察 芝加哥的警察 把Illinois的Bureau Investigation FBI 就马上组织了个专案小组 同时立刻就开始侦查 什么原因冲着炸鸡店而来 警方访查了300名炸鸡店 现任前任员工 但是一无所获 他的那个局长呢 是跟他们很有好的 当时就宣布要立刻破案 但是这个案件 陷入教授就没有办法破 案子僵住了 大概过了六个月 他们打电话说能不能帮忙 但是我当时也是非常忙的 我说你找别的人去吧 分身乏术的李昌玉 婉拒了芝加哥警方 但是他们不放弃 怎么办呢 除非找到一个 能说得动李昌玉的人 局长那时候 就找到我妈妈 说七个人被杀了 我妈妈说七个人被杀 你都不去报人家忙了 所以在1994年冬天 整整一年之后 我到了芝加哥 李昌玉参与调查 已经是案发一年后的事了 陈锋一年的物证 再度开枪重新审视 花了三天的时间 整个的他的现场 保留住 我们到现场重新正常 所有的物证重新看过 所有的验尸重新做过 但是三天之后 我跟局长讲 我说这个案件 没有太多希望 虽然子弹 我们知道是三把口径的左轮 虽然弹道我们都算出来了 但是这个对破案没有什么效用 因为他千万要找到枪支 又没有任何的线索 找了一个掌门 那个掌门后来发现是比对错误的掌门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证据 破案靠证据 李昌玉再厉害 也不能凭空辨出证据来 我们见识科学家 只能靠证据讲话 再好的煮 我们不能做饭吃饭 是不是 所以他说其实这是 没有了 他的刑警队长说 我有一包垃圾 我说那你就给垃圾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说只是垃圾没有什么用的 我说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我家里的垃圾 所以我知道我太太一天 做了些什么事 这垃圾桶就像历史书 里边是一天 有的时候一个礼拜 所有的经过都在里面 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芝加哥警方还真的扛出了这一袋 保留了一整年的垃圾 所以他给垃圾桶拿出来 第一件我一看怎么这么少 我说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他们一共有多少生意 那个刑警队长说 大概八千多块钱的生意 我说这个不像八千多块钱的垃圾 大家马上就想到 是啊 怎么这么少垃圾 然后我们一看这个垃圾袋又很新 你一天打开一看 有两块面包 36条马铃薯 跟几块鸡 这个就像一个米尔叫做 不像八千多块的 问题是这一袋垃圾 该查该看的都看了 有什么不对劲吗 所以我说赶快给他的 cash register 收音机拿出来 一看果然是八千多块 最后一个是六块四毛钱的 四块炸鸡的dinner 四块炸鸡的dinner 通常是两个面包 36条马铃薯 四块鸡 四块鸡就是半边 一个鸡翅膀 一个鸡胸脯 一个鸡上腿 一个鸡小腿 我们一看这里边 有两个鸡翅膀 一个鸡胸脯 一个鸡大腿 一个鸡小腿 所以多了一块鸡翅膀 然后卖出的时间 是9点07分 收据上的时间 9点07分 这个发现李昌玉眼睛 为之一亮 这餐馆是9点钟关门 美国这个快餐店的餐馆 关了门 他连他妈妈来 他们不开的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来买的人 一定跟他们非常熟 因为关了门也不敢来 而且多了一块鸡 所以一定是在里面工作过的人 所以这袋垃圾 是凶手吃剩的 而且凶手会是炸鸡店 员工认识的熟人 这场残忍的炸鸡店屠杀案 看审探李昌玉 如何让真相大白 新闻广角镜 明天同一时间 将播出精彩结局 敬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地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地